我们今天要退房了,终于要走了去曼谷了 这一次我们应该是飞到老曼机场 因为老曼机场在市区嘛对不对 所以我们突然没房之后啊 就打一个双条车,直接去机场了 我们先问一问 哈啰,哈啰,你好 昨天我去那个宋卡老城区那个司机 那家买西南宾在哪里呢? 一货 四货呢? 三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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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三货呢? 那我们就把车停在这儿等陈老师他们下来吧 陈老师他们也要今天离开 好啊,现在我们出发走了 坐着双条车啊,再见了B2酒店 现在我们到了机场了,进到机场街 我们扫这个二维码 先扫吧,太麻烦了 我们现在过来安检了 前面就是办理直机的 河爱机场也不是很小啊,也很大 这边的安检也比较严一些 可能也是靠近这个太麻边境吧 这个什么黄雀航空公司啊 我们办完这个直机之后 他给了我们一个就是卷填写信息的 万一中个汽车咋办 你说对不对? 嗯 写号码的时候特地又查了家手机啊 万一我中了,号码写错了 那不对 气死人嘛,对不对? 现在啊,就是找一家咖啡厅啊 买一杯咖啡,然后坐着吃点东西 哦,对面那有一家 这个连锁咖啡厅啊 我其实应该办一个这个亚马逊咖啡的会员卡 对不对?每次出来我都几乎在这边喝咖啡 路过啊什么的 到现在我去吃碗面了 真不愧是靠近这个马来西亚 到哪都是这个肉骨茶 好,那我来一碗这个鱼丸汤吧 但是好像有个冰茶,冰茶就不要了 169株 琪琪还有酒吧妹,程老师他们都是有骨茶 我现在就等我的鱼丸汤吧 哎,我有咖啡 好了,我们吃完东西了 现在准备要出发了 那这个机场啊 跟青麦这边的相比一起来的话 它里面换钱的这个柜台啊比较少 说明它的游客啊不是那么多对吧 哎,管你出发啊,在前面呢 好了,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曼谷的机场了 我们今天啊订的酒店在市区内 距离机场大概是20多公里 来体验一把曼谷的公共交通怎么样 走 到了曼谷机场内的这些换钱的柜台 都基本上就开了,开差不多了 哟,旁边还有一个星巴克 但是现在我们要找这个公交站 出来了,如果就是做这个公共交通啊 不懂得可以问一下工作人员 那我们做的是这个A2啊 反正呢按照导航走一边问 一边就知道了 对,我们现在要来这里买票啊 A2的票 到了这个公交站台了啊 这边也有那个英文还有中文 所以说语言这一方面的话 大家也不要担心 就是问一问你们要坐的哪趟车 然后工作人员会告诉我们的啊 但是呢,说实话 泰国机场这边外围的这些工作人员啊 英文真的不好 我们的A2公交车到了啊 上面有写 也不怕认哄了 哎呦,现在要测体温啊 上车吧 三十株啊 我来泰国三年多了 都没有做过这种公共交通啊 那以前也是在北京坐公交车或者地铁 在境外主要也没有嘛 对吧 没有这个条件啊 现在我们感受一下 很久没有这种买票式的 货空单卡 不赢 没有说买票做公交车了 我们都是有地铁卡的 都可以去用的 好稀奇的感觉 哎呀,这个票丝的 你看 每个人三十株啊 不管你去哪里 我们两个人就是六十株嘛 谷歌地图啊很方便 你打开这个导航 它会提示你在哪一站下车 然后换成哪一个 都有提示的 所以很方便 我们也不用担心的 我们到了 这里爆站也是人工爆站 哎呀 一下来就一股热浪啊 现在我们要找着换成下一站 这边的牌子倒是电脑的 我们现在要换成五零九是吧 七七啊 这没有五零九啊 没有啊 在哪啊 这都出来了 那我等一下吧 五零九 哦,这里是有五零九五零九 还有十六分钟应该是 十六分钟是五一零 哎,是啊 那我们就坐在这个公交站台 这边休息一会吧 静静的等公交车 这个公交车啊 连门都没有 是不是从别的地方逃换过来的 好了,我们又换成到下一个公交车站了啊 这个是三十四主 两个人三十四主啊 他这个原来是装钱装票的啊 我以为是啥玩意儿呢 如果下一站即将到的话 按一下这个红色的暗铃 他司机会到站之后 直接给你看门啊 刚刚下来 再换成下一路 前面一直往前走 就是那个大皇宫 我们上次没去了 那我再去走一走 走一走 走一走看下一站啊 这边有很多老人在坐着啊 坐着,然后呢 靠近这个店铺那一块啊 很多人在摆摊 有卖口罩的呀 卖衣服的呀 什么的 什么都有 那边还有卖佛牌的呢 我们坐公交车啊 最后那个六路真的是不来 咋嘛招都不来 我们就打了个出租车啊 记得跟上来就跟司机说打表 主要是也很近了 就三点六公里两点半了 我们就说打个车过来吧 如果是全程坐公交车到这个市区内的话 就从机场到市区市区内 100泰铢以内我们两个人啊就足够了 所以说这个在于个人啊 有人喜欢坐公交系统的 你们可以今天来体验一下 真的是进城了 这个桥特别像我们兰州的那个中山大桥啊 特别像我们兰州那个中山大桥 现在不能走车了 因为时间太久了 但是是黑色的啊 这个是绿色的 三点八公里啊 也大概就是六十株 我们马上就到了 哥们那带突然套来呢 看 看能啊 看能啊 这个载了 载开所里来 哥们套来呢 三楼 他开车载来就三楼 哦 可可 没有呢 哈哈 那个刚才司机大哥跟我说 说他也一天也就跑一千块钱 一千块猪 然后跑去车费啊 油钱啊 也就是 到手三四百猪 就这样一个啊 也是 不是那么多啊 在曼谷这个地方 哎呀 真的是比较难啊 你说一个月才一万多猪的收入 刚才这个司机大哥跟我说 在疫情之前 他一个月的话 一天的话是一千五 一千五左右收入啊 至少啊 就是什么都跑过了 那现在降了三分之二 看啊 3.8公里 六 六十一泰铢 我给司机一百猪吧 也感谢他跟我说了一下 分享了一下他现在的日常啊 好 我现在到酒店这一块了啊 办理入住去了 哈喽 我们已经到这个酒店了 如果说从这个机场打车啊 到这个酒店市区内 估计得六七百猪吧 但是我们在前面做的是公交车吗 对不对 也就是花了六十多猪左右吧 对六十多猪 然后呢最后那一站 不是倒的时候没倒过来吗 人家死不不来 我们就打了个车 但就算是这样的话 我们也是两个人花了 就是路费这一块不到两百猪 也是很划算啊 当然这个在于个人 我今天也是为了体验一下 这个曼谷的公交系统 其实也是挺好的啊 去哪也是挺方便 也不是那么堵车 当然也可能跟这个时间有关系吧 那好了我去办理入住了啊